大家好,我是阿剑 做一个温暖的厨师 把新鲜的茄子放到蒸锅里面给它蒸一蒸 瞬间变成一道 龙家特色美食 做出来超级下饭 真的太解馋了 喜欢吃茄子的朋友,一起跟着阿剑的视频 看看是怎样制作的吧 这是我刚刚从菜市场买来的一个大茄子 这种茄子叫山东茄子 个儿特别的大 一个有一斤半重 今天我们做这道菜是不需要去皮的 加点食盐,给它搓洗一下 茄子皮含有丰富的花青素 吃着对我们的身体非常的有好处 给它搓洗干净之后 然后捞出来控干水分 锅中加入多一点的清水 开大火给它烧开 水烧至沸腾以后 再把蒸屉给它摆上 再把茄子 给它放入蒸屉里面 然后扣上盖子 给它开大火 给它蒸18分钟 准备多一点的蒜子 给它拍碎 拍成像这种状态 然后装入碗中备用 五个青椒给它去地 然后用刀给它拍扁 再给它切成四到五厘米的小段 切好 给它装入碗中备用 时间到了 我们的茄子也蒸好了 打开盖子来看一下 像这样用刀子能穿透 就证明熟了 然后给它取出来 然后把茄子给它放到盘里面 用刀子 给它撕开 筷子大小 根据自己的口味来定 全部将茄子 撕成像这样的条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开始烹饪 将铁锅给它烧热 下入青椒 然后用铲子 不停地给它按压 把里面的水分 给它煎出来 这个做法 有点呛鼻子 建议大家戴个口罩 不然容易打盆滴 切成像这种BG的颜色 微微起腐皮皱 就可以了 然后给它盛入盘中备用 锅刷洗干净 然后下入少许的食用油 油了之后 给它润一下锅 这样锅气足 炒出来的菜会更香 再把蒜子给倒进来 下入点豆豉 然后给它煸炒出香味 炒香以后 把青椒给倒进来 茄子也倒进来 好 接着我们简单的调味 下入少许的盐 来点生抽 蚝油提鲜 然后不停地给它翻炒 将茄子给它炒至入味 哇 真的是太香了 看着就流口水 把所有食材炒至断生 炒至入味 我们再将火关掉 出锅装盘即可开丝 这样做的茄子 绵软入味 香气不比 保证能多吃两碗米饭 学会以后 保证全家都夸你吃大厨 这道菜就是有一个缺点 就是太费米饭了 学会以后 一定要多煮点米饭 不然不够吃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简单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要开吃咯 视频的最后 祝大家天天开心 八颗牙齿晒太阳